据美国军事时报网站报道 和特朗普政府期望于2020年5月复工的强烈愿望不同 美国军界领导人正在考虑 用整个2020年夏天来谨慎地恢复正常行动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 美国国防部连出三大决策 但根据病毒传播情况的变化 即使这个想法也不确定是否能实现 据《环球网》4月17日报道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戴维德·诺奎斯特在记者例会上介绍道 为了应对疫情 美国国防部做出了三大决策 第一 冻结了所有海外军事行动 切断海外军人返回五角大楼的通道 停止把军人和家属部署到新的地点 美国军队被隔离在几个敏感地区 第二 新成立的太空军将推迟卫星发射时间 直到疫情得到控制后才会继续 第三 美国海军方面将推迟杜鲁门号返回港口的时间 要求这艘航母停泊在海上 以防军人上岸后感染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复工言论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持反对态度 他表示 需要一些时间来决定什么时候 才能让美军复工 不过无论军人家庭还是白宫 都没有对他公开施加压力来尽快复工 在民间社会 特朗普希望迅速复工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破坏 但很多州政府担心复工会带来病毒再度流行 破坏抗疫进程 就连美国国防部都如临大敌 可见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 以及防空疫情不利这一事情所带来的后续影响变大了 此外 美国军方所做出的另一项决策 也值得人们注意 据中国日报网4月17日报道 为确保疫情大爆发 不会给美国政府带来严重冲击 一个显微人知的负责撤离华盛顿的军事特遣部队已经开始启动 该特遣部队负责政府最敏感的任务 即保护华盛顿免受国内外袭击者的攻击 并在必要时将白宫和其他重要政府办公室转移到其他地点 据悉 这支特遣部队名为国家首都地区打击恐怖活动联合工作组 负责在陆地 空中甚至海滨地区保卫华盛顿 作为全国唯一的工作组 它展示了政府准备工作的两面 一方面面向公众 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 做好医疗保障 运送物资和健康检查站等工作 另一方面 打击恐怖活动联合工作组负责军方的国土防卫 即如何应对针对美国的各类武装攻击 该工作组最直接的任务是要负责确保政府的连续性 一旦下令疏散首都 他们要把领导人转移到秘密地点